食團年飯、行花市、鬥利市 這些都是香港人過年必做的事 在中國內地過年大致相同 不過就多了一樣必看的節目 那樣必看的節目就是春晚 春晚? 所謂的春晚也就是春節聯歡晚會 是一個由中央電視台推出 全國直播的大型賀歲節目 春晚在1983年首次舉辦 至今已將近40年 早已成為內地民眾過年必看的餘慶節目 因為每年都有很多明星和藝人 在春晚的舞台上演出 當中更加有不少在香港的知名藝人 1984年張明敏成為第一個登上春晚的香港藝人 他以一曲《我的中國心》紅片內地 1989年 徐小鳳獻唱的《明月千里記相思》和《心戀》 成為一代人心目中的春晚經典畫面 去到90年代 譚詠倫的《水中花》 郭富城的《把所有的愛都吸你》 劉德華的《忘情水》 都是春晚的《難忘》演出 踏入千天年 一眾當行的香港藝人 紛紛踏上春晚的舞台 謝亭峰 TWINS 容祖兒 莫文慧等 都是香港人熟悉的歌手 一首由陳奕迅和黃飛合唱的《因為愛情》 更加是春晚的熱播金曲 至於年輕有多fans的明星 就要數到來自香港 近年紅片中國內地的王嘉儀 舞台上的舉手頭竹 都散發著青春偶像的魅力 這批上過春晚的香港藝人 有沒有你心儀的偶像在裡面呢? 以上 穿著《未来》 穿著《未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